近日 丰台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以次冲好兜售劣质燃气灶的团伙 9月以来 丰台东高地地区的一些小区居民经常发现 自己新买的燃气灶竟然点不着 而根据居民的反应 这些有问题的燃气灶都是从一个上门推销的男子手里买的 冒着这个北京市燃气公司这个名义进入到居民家中 进行煤气灶的一些更换 更换完了以后 居民发现了以后 然后发现这些煤气灶具是假的 前不久 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巡查时 又发现了这名推销燃气灶的男子 在小区内都受燃气灶 民警闻讯立刻赶来将男子控制住 经检查 嫌疑人李某的这些所谓的名牌燃气灶都是几十元的劣质燃气灶 很轻 反正我刚才拎了拎了 跟我们家孩子玩的玩具都差不多那种重量 民警介绍 这伙人专门挑一些老旧小区下手 这里面老人多 小区物业设施配套也不齐全 他们能随意进出居民楼道上门推销 专门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年人 老头老太太给推销这个东西 一开始他是先是以检查你家中的燃气灶 然后他是故意把你家里的好的燃气灶给捅出点毛病来 捅出点毛病之后 他就开始宣传他这个 阿霍这机器之后 他的机器里都有说明书 这样的说明书 然后上面也有厂家的联系电话 我们就是通过给厂家打电话 但厂家这个电话根本是不存在的 正当记者在派出所采访时 正好又赶上一位老大爷 提着一台燃气灶 赶到派出所报案 他上我们小区卖去了 他一开始要1200 要1200 毛号说600块 我说600块 我们就我们家里有 有300 300给你吧 我们小的要上班了 他说给你300吧 经过警方调查 这些假冒的大品牌燃气灶 全部都是从广州一个小作坊 以每台55元进的货 领头的收货后 再以每台75元的价格分散给李某这样的团伙成员去卖 每台劣质的燃气灶都能卖出几百元的价格 目前这伙专门贩卖劣质燃气灶的成员共16人 已经全部被警方抓获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像这些上门宣传的这些什么 包括这些煤气灶啊 油烟烟机啊 还是不要轻易相信 如果家里的确实坏了 出现毛病了 咱可以到什么大中啊 国美正规的这种电器厂家去购买 北京台报道